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孩子其实天生 我们发现小朋友可能从那个 可以手可以抓东西 抓笔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涂鸦了 对不对 那孩子一下笔的东西有时候 就是非常有趣的 我看这两只好像是骆驼 他们的那个原神的姿态 就原来是很有趣的东西 好 请下一张 好 这是我的大女儿 她叫舞乔 就是跳舞的舞乔姑的乔 为什么用鼓这个字等一下我会讲 那么 小时候再画画 其实我们很少教我们的孩子怎么画画 他可能就是一堆那个不要的纸 然后一些鞋片什么笔都没关系 他抓起来就是完 那我回家整理的时候 我发现这张以前留下来画 这个叫舞乔画爸爸在看电视 83秒2月 所以应该是还不满三 三岁的时候两岁多的时候画的 好 我爸爸在看电视 好 跟下一张 这是谁的作品 大家可不可以猜猜看 艺术大师 米罗对不对 是米罗的作品 你会不会觉得跟刚刚这张还蛮像的 对 这是我整理相片的作品 诶 无意中发现了 所以其实孩子本身天生 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潜能在那里 甚至很多艺术大师在他们的艺术到达 技巧到达奔风照节的时候 他反过来想要学习最纯真的孩子 像米罗啊像那个比卡索都是这样子 他们想要从那个最最自着最同志的这种孩子身上 去学习那个去找回人类的那种最原始 最单纯的那种那种纯真这样子 接下来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孩子这个部分 潜能的部分保留 而且激发 然后不是变成一个阻碍他的障碍 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 你看 好 那第一个 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一起发现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带着孩子 我们 我们妈妈每天的生活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在尿布 乃冰打滚 对不对 孩子稍微大一点 哇也是忙的忙的不得了 其实每天日常生活就是 食衣住行那些嘛 那在这里面怎么样跟孩子一起 哎这个好漂亮啊 我们来看一看 好我们注意吃饭的时候 那个餐桌上摆出来的菜有时候很漂亮啊 哎你看这个好漂亮哦 哇这个果子的颜色耶 好下一张 哎我们在家里头餐桌上 其实我们不见得会像餐厅那么的讲究 对不对 可是呢 有时候我们摆出来的菜 我们就会去考虑一下颜色 今天这个餐桌上少了黄色 少了红色好像整个都不怎么好看 哎那我就放一点番茄 切一点柳丁 餐桌上的颜色也可以变漂亮啊 好下一张 哎那个我们可以用食物啊 来排一张脸吗 好可以跟小朋友玩一玩 好下一张 好每天要穿什么衣服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去 可以跟我小朋友 妈妈这样穿好看吗 穿配这一条裙子好看 还是那一条长裤好看 好下一张 我再来一直住 那个走在路上 你看到这个房子好特别哦 石头做的 好漂亮哦 出去旅行的时候 好下一张 家里面我们要选一个窗帘 哪一个窗帘比较好看啊 比较搭配我们家的家具啊 比较配我们这个墙壁的颜色啊 好下一张 哦 然后家里的那个摆饰啊 怎么放比较好看 放这张画好看啊 好 那这个画面你们发现 左下角那个束腰带就很煞风筋 对不对 好所以跟孩子之间的那种 审美观念的培养 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 这个衣食住行一点一滴的累积的 下一张 好那家里面不要的家具哦 这个是在学校啦 不过我觉得在家庭也是 那个不要的生锈的铁椅子 学校说不要了要淘汰了